原來現在和孩子說睡前小故事 再說白雪公主白馬王子已經歐了 習大大就教我們可以說一帶一路的故事 一帶一路峰會就來舉行了 官媒《中國日報》推出一系列英文短片 用睡前故事形式軟消一帶一路 短片內容是講述外國人爸爸 即將閱讀北京參加一帶一路論壇 順勢向準備睡覺的女兒 講述什麼是一帶一路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更多東西可以移動世界更容易 人們可以移動更容易 建立一些國家需要 這一系列短片雖然不能稱呼吸熱爆 但典擊率已大幅拋離《中國日報》的其他短片 不過短片的負評居多 Dislike 數目多於Like 而且大部分留言都是負面 其實中央已經不是第一次軟消 在中國主席習近平上台之後 中央的宣傳手法已經比之前靈活得多 例如當局在2014年推出習近平的漫畫 其實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內地媒體幾乎不會刊登領導人的漫畫像 這次習大大漫畫的做法可謂是一大突破 除此之外當局之前宣傳十三五時 也推出過十三五之歌 同樣是英文歌詞向外國人推銷十三五 其實之前共青團也都協制過英文web歌 《這就是中國》大租到時代雜誌劣平 可見西方社會對中國軟消都未見受落 今次各位家長 又會不會向小朋友說一帶一路的睡前故事呢? 從現在來的印象 dimension 從從來的印象派避開 從來的印象派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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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問大家 那類印象派避開 四打法避開